難怪不會受歡迎 老師 你就受歡迎的原因 郝老師 您說朋友都是嗎 他那裡叫曾智明 很貴的身材偏神 但是我說的真的是特別真誠 真的 是在講我嗎 真的 他寫婚禮 他有小才八個耶 你到底誰... 我就說 我就覺得... 就是太棒了 S 我覺得你得罪不起 因為他如果是內地 很多女生想要嫁男生 然後他在這裡 一心跟你示愛的話 你會被罵得很慘 郭博是錯了 正是因為他結婚了有孩子了 我才敢講 那請問在內地流行被鬼壓嗎 你說僅次於去唱KTV之類 很流行被鬼壓出來 因為在台灣 在台灣只要你睡覺睡到一半 不能動 我們就會把它俗稱是被鬼壓 你們會這樣 問為什麼呢 那不然你睡的時候不能動 你要叫什麼 就是... 我們叫鬼上身 那不是一樣嗎 對啊 鬼上身被不要 可是你是被鬼壓住 不能動的意思 就動不了了 那要趕快唸佛號嗎 唸喔... 你們五位曾經經歷過 被鬼壓的舉手號 一定有 然後被鬼壓的時候 你們的習慣動作 就是唸佛號嗎 罵髒話 對 罵髒話 台語嗎 對 什麼都罵 看在哪裡被壓 那你們鬼上身可以罵髒話嗎 罵 你們平常也可以罵 心裡罵 然後罵是... 就是很正統的那句髒話 就是怎麼過癮怎麼罵 所以你的路線是哪一種 我的路線是狂野的那一種 我可以聽 我們會幫你消音 你大爺的 這是誰 誰壓著我 好有理喔 你大爺的 這是什麼大爺的 這是什麼大爺的 這不用消音嘛 你大爺的不用消音嘛 然後還說 是我啊 就好誰啊 你大爺的 兩個人聊起來吧 其實真的是髒話 對 但是現在反而變成 一句很親切的話 對 比如說兩個哥們走在一起 非常高興 你大爺的 成為一個 很奇怪 台灣也有 台灣好朋友碰面 也說 今天吃了沒這樣子 對 對 原來講得很小 我懂她的意思啊 你剛剛講得很難過 很難過啊 來下二十年講一次 好 五位呢 他們說 不確定有遇過鬼的是 高逸琳剛剛沒有舉手對不對 沒有舉手 所以就安君坦 對 你不會跟人家直接講說 我遇過鬼 因為我不確定他是不是鬼啊 或者是我自己心裡的作用 因為可能是你醉了 真的 沒有... 那小時候耶 國小怎麼可能喝酒 我大概是國一國二 國中一年一節二年一節開始 所以他們等一下呢 要去他們的特定位置講鬼故事 講得爛 可以把他們烘下來嗎 可以 因為鬼故事你知道 一爛就覺得好像是 從網路上面抓下來的 這很重要 好 我們從最爛的開始好了 你覺得這五個人 誰傾向是最爛的講鬼故事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一兩則故事 我覺得誠意的很厲害 懶得 誠意的是夢境 那不是鬼故事耶 我...那個是... 因為他現在也在修法 所以他可能喜歡講一些 靈修的事 沒有... 因為那有分很多集的 那夢境是我夢到 我什麼時候會離開 我們有沒有解夢大師 你講的夢境 那有很多不同類型 我跟修法 我沒有修法... 女鬼 麻煩把飛鏢交給誠意好不好 好 好... 來囉 好...我們看一下他睡了 來... 來... 好 開始... 這裡啦... 綠色燈光 你OK嗎 你OK 你的膚色還滿漂亮的 請就位啊 你給你綠色 這件事情大約發生在 三年前左右 OK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 你是不是想要秀你手臂的肌肉嗎 對 你讓他秀他手臂肌肉會騷嗎 那時候我在國外做宣傳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去宣傳 他們贊助商都會 購買一個比較大的房間 大房間 然後每次去都很舒服嘛 一個人一間嗎 對 但是唯獨那一次 我打開門之後發現 這個房間好像有點太大 大到有點不舒服 一進去就開始起雞皮疙瘩 然後當天我想說 那不要想那麼多 然後就去工作 工作完之後 回來也差不多快凌晨了 打開房間還是一樣那種感覺 而且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算明天一早就離開 我趕快休息 洗完澡就睡 那你睡... 正當我可以睡著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好像不能動 然後就感覺到我的手 手這邊有人在摸的感覺 就開始從我的左手... 不要摸 從我的左手一直摸到右手 不是 那時候還是個人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不能動了嘛 還有我就想起來說 之前有老一輩告訴我說 如果被隔壓床的話 你的身體有個部位可以動 就是整個腳趾頭那邊 他就想說動動看 我就一直動... 一直動... 你快點抽煙跟吃冰了嗎 你快點抽煙跟吃冰了嗎 然後我就開始快可以動... 然後我就用力全力的往 我的右腳那邊往前頂這樣子 就一頂之後 然後我眼睛就張開了 我可以看到東西了 但是我看到我自己躺在下面 什麼意思 我的視線瞬間從... 反而是這樣子看 變成鳥看似的 你的視線飄到空中去往下看 我看到我自己躺在那邊 然後在顫抖那樣子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我怎麼會看到我自己 那你很人帥嗎 沒有 他很人帥 在空中觀察自己的外型怎麼樣 他還以為你有點垮 後來我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不對勁 就看我的床的四周跟我的房間 因為裡面滿滿的... 全都是被火燒爛的屍體 你說從空中往下看之後 看到別的屍體啊 對 全部都是屍體 然後有老人 有小孩 然後不斷的哭喊 不斷的尖叫 他為了要贏下猛藥耶 對啊 這是網路上面拿來的嗎 甚至有... 我小孩跟婆婆好像在看戲一樣 都這樣爬到我的床上 這是哪一部電影啊 真的...我真的自己看到 你真的看到這個嗎 真的看到 後來怎麼收場 後來就是我一直求他們 求他們... 一直求了好幾個小時 真是快天亮了 才慢慢的回到我自己身體 請問你在求他們的時候 那些人有回... 往天上看你嗎 沒有 就全部一直盯著 我的下面的身體 所以他們不知道 你不在空中的人 不知道 你在空中待了幾小時喔 對 後來我又回台灣 有去問一些師父啊 關於這件事情 是真的 還是是夢境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當時有沒有收到一些禮物啊 或是有什麼東西被人家拿走 禮物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那時候有收到一個... 對... 不知道是粉絲還是誰送的 就一個很漂亮很漂亮 很大的盒子 然後我就把它打開 裡面有很多層 我就一直撕一直撕... 撕到最後裡面是個 透明的塑膠袋 我把手伸進去摸 就摸到一塊很像土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覺得很噁心 我就把它丟掉了 後來才知道那個 可能就是一個骨 說不定裡面有藏鑽石嗎 有 去挖 對啊 後來是說 只是一包爛土 對 一包爛土 然後他就說那個就是 骨的一個媒介 被人家嚇死 嚇骨 所以你是說有... 不是粉絲是有人要陷害你 對... 是沈憲宏嗎 沈憲宏 對 師父這樣講完後就結束了 然後我說那為什麼 我會扶起來看到自己 對 因為他說你沒有看到你的後面嗎 我說沒有 我只看下面 他說我願你被一個女生拉起來 為什麼 那拉你起來的人是神嗎 誰啊 不知道 是 他說就是一個靈體 粉絲忌吐來 這件事情好古怪喔 對 我一直覺得那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不敢去追究那樣 好 沈憶講完了 謝謝你 小燕哥 謝謝 飯店選房很重要 小心半夜鬼敲門 記得我第一次出班 我們是去柬埔寨 我的房號呢 504 在晚上12點到凌晨3點半之間 廁所被壓敲門 是廁所門 不是房間外面的門喔 或者是說大概一兩天 電話門 如果我在廁所 上廁所 有人敲廁所門 這太可怕了 你說說是誰啊 是不是 你不能問誰 你也沒有什麼 好